李秉楠老师有说 你已经知道念佛法门 你不劝人念佛就不慈悲了 李老这段话很有意境 因为这个时代 黄念族老居士说了 不念佛求生净土 要求生净土 要靠自立出去不可能 不出去又要长解轮回 我们已经知道轮回的真相了 又知道这个是可以当身成就的法门 而且是十念毕生 不是开玩笑的 四十九年一切经浓缩 一部华严经 一部华严经浓缩 那是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浓缩 第六品 第六品再浓缩了 十念毕生 所以这个大法船 我们得坐上来 印光只是比喻 我们要过这个生死海 可是我们的业很重 业重就容易沉沦 沉下去了 沉到海里去了 可是印竹讲的 我们是块石头很重 你把它摆到阿弥陀佛的大法船上 再重都没关系 他把你撑起来了 待业往生 你还是可以过生死海 可是你得坐上船 所以善导大师说的 一心信药 相信 药呢 很快乐 很想去 归心事件 我就马上想到 好像是策务大师的一首祭 供养给大家 故乡一别九经秋 秋就是指年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嘛 就好像三年了 故乡一别九经秋啊 就是我们忘了自信了 离开我们的老家 很久很久了 想回家了 所以窃窃归心 不占留啊 时时刻刻想着 要回家了 不能再沉沦 再轮转了 窃窃归心 不占留啊 我念弥陀 佛念我啊 天真父子 两相求啊 天真父子啊 父亲就是大慈父 阿弥陀佛啊 孩子就是我们自己啊 两相求 我们求回家啊 阿弥陀佛说 不要再受苦了 赶快回来了 所以你看 祖师这些开示啊 都是他们的心境 他们也把真相讲出来了 便就今朝成佛群 乐邦化主以贤持来 我们今天就往生了 阿弥陀佛都觉得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谁要一行信药 求愿往生呢 上敬一行 就是静行受 修念佛法 上敬一行 下收十念 就是最低十念都可以往生 所以上敬一行 下收十念 所谷三根 所谷三根 谷被利顿全收 上敬一行 下收十念 成佛愿立 莫不接往 莫不接往 就是万修万人去 一个都不会漏掉 所以李秉兰老师 这句话 我们要放在心上 真的就只有靠这个 才能出轮回了 我还不尽力 去介绍给每个人 那是我慈悲心不够啊 大乘佛法是慈悲为本 一定要从这里下手 但是大家听我这段话 不要执着了 见到人就 你要赶快念佛了 你是要护持他念佛 但你得看因缘 不要让他产生误会了 他现在能接受的 常常提醒他 他还不了解的 那得要先建立信任呢 他信任我们 我们就好 慢慢引导他 可是引导人要注意到 先以欲勾迁 后令入佛制 这个欲是什么 他现在最需要的 现在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他眼前的问题不能解决 他心烦意乱 你讲其他的东西 甚至是讲让他觉得 离他很远的事情 虽然确实离他不远啊 为什么 无常迅速啊 我们随时会遇到无常啊 但一般的人 他没有这个警觉性 所以你现在跟他 一讲阿弥陀佛 有些人可能会误会啊 我又还没有要死 他不了解啊 所以这个先以欲勾迁呢 还是很重要 建立信任呢 叫后令入佛制 而且这个念佛啊 对他的身心帮助很大了 都让他明白 他就肯念了 这些话都是真话 千真万确 没有一个字是假话 我们要真真相信 四十八月 全落实在一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这句零号 是四十八月的总纲 换一句话说 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四十八月全在其中 这个意思要知道啊 所以专心向佛 这就是大师智菩萨 念佛缘同章上所说的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就这个意思啊 我们念佛 佛知道 我们想佛 佛知道 跟拿弥陀佛 越走越近 你不想佛 你不念佛 一天到晚搞平稳理 搞这个事件东西 那跟什么结缘呢 跟六道轮回结缘 念佛求生进度 不是嘴皮上说的 说的也不算说 要看你心 你是不是真干 真干要抓住仪 要抓住转 我们这个经底下会念到 三倍往生的时候就念到了 仪向转念 只要有一 只要有转 转就是一 一就是转 跟拿弥陀佛这个缘 就介绍了 山道大师 确实 跟我们太亲切了 教会我们 他又说 唯有念佛 我们光是 当知本愿 最为强 弥陀的本愿 是戒严众生 成就众生 众生的本愿 是身心切愿 求生 净土 都要能达到 最为强 就彼殿的神 我们现在有啊 有本愿了 佛的本愿 我们知道48愿真的不是假的 那我们求生的本愿 还没有这个强度 我们对这个世间很有贪念 百分之九十九的心愿 还有一分贪心 那么能去得了 去不了 这一分贪心 就能阻碍你九十九分的本愿 一定要知道 世间一切万法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不要说等死再放下 现在就放下 放下 我们的劝力就加强了 跟西方极乐世界 就有感应到交 我们有感 佛有印 佛的印我们不知道 是因为我们的感有障碍 没放下的 这张开 如果真正放下 我们念佛 佛就先起 我们想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先起 像海贤这个样子 海贤念到一行波乱 一行波乱的时候 想佛 佛就先起 想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先起 真的不是假的 那于是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如果把阿弥陀佛 六字鸿鸣放在心中 一切识 一切处 一切经验当中 我们都能够守住 心里只有一句佛号 不受外面干扰 是不是花言三昧 是不是发话三昧 是啊 一定没错 跟念佛三昧 是一不是二 为什么 自信本定 他就一切放下了 禁宗有个方便出生 你就抓住阿弥陀佛 其他方向 我们抓住这个阿弥陀佛 这叫方便发门 这个就比花言发话 方便太多了 花言发话 我们入不进去 但是念佛三昧 为什么 他有个把柄 我们可以抓住 花言发话 没把人抓不住 这个太难了 禁宗就是有这句佛号 阿弥陀佛 这种善巧方便 真的是太伟大了 用这一句佛号 借淫一切众生 往生极乐世界 在极乐世界里面 断翻到 小业障 成佛道 无比出神 这个机会 绝对不能错过 而且事业 晒得干净 就抓住这个 这个法门是 直方地下 确确实实给我们指定 一方 西方 吉罗西 尤 阿弥陀佛 叫我们 支持名号 你看 佛法破支柱 这个法门呢 就叫你用 执着 你不喜欢执着 执着放不下吗 把执着 换掉 释出世界的执着 放下 就执着 阿弥陀佛 这是阿弥陀佛 度众生的 善巧方便 巧妙到基础 你念这个名号 就跟着想你 其实名号的意思 取云是自信 阿弥陀佛四个字 翻译英语过来 要翻成中国的意思 阿翻到无 弥陀翻到量 福翻到九 无量救 无量救是什么 自信 人人都有无量救 人人本来是无量救 所以 华音经上佛说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一点都不错 阿弥陀佛就用无量救 做他的德号 劝导大家念这句佛号 跟他就相应 跟他相应 跟自信相应 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名号功德无量不变 真难信 如果真正相信 真正搞清楚搞明白 他在现实 这一三档 就一段事情 你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